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措施就是原定在1月7日到20日即是这两个星期適用的一系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是将需要延长多两个星期 即是说一直到2月3日是大年初三 我当然明白这个措施会令很多人失望 因为它是横跨了农历新年的 所以大家本来期望可以有一个很温馨愉快 或者聚会的农历新年 恐怕今年是难以做得到 第二就是所有在这段时间的大型活动都需要取消 包括亦都是配合农历新年的年宵花市 一些新春的市场 以至到旅法局本来安排了的一些新春的活动都需要适数取消 第三我们要继续外防输入 来减轻我们输入更加多个个案 以及对于香港医院的压力 所以原定由1月8日到21日 8个国家实施的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 亦都需要相应延长多14日 去到2月4日 我们检视过这8个国家 它当地的疫情仍然是非常之严峻 所以必须要继续采取这个措施了 但我也都可以在这里率先说 当农历新年过后 即是第二个14日的社交距离措施结束之后 即是大年初四 除非当时的疫情是出现一个明显的逆转 或者是出现了一个社区爆发 否则我们将逐步放宽 受规限的处所营业 换句话说 是不会长期这样封闭下去的 但到时如果我们逐步放宽 受规限的处所可以开始营业 譬如一些美容业 到时需要以疫苗气泡为基础 即是将我早前公布了在2月24日 才要求进去某一些处所的人士 需要打针 这个就要提早在一些想逐步放宽 开始营业的处所里面 率先生效 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4日 距离新的一年 农历新年 任人年 苦年 还有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是一天恢复成为民 fault 我认为 they are so happy 要加团聚 或者可以自己出去吃饭 或者 will lifelong 判断新年运 他们不应该 因为疫情现在很紧张 它的抗疫政策就是快很准 滴水不漏 两个星期都不够 整个两个星期给你叹 七日到二十日 两个星期 现在都未到 第一阶段的 年底第一阶段的所谓限聚 都未完 现在公布 告诉你 整个十四天给你叹 还要横跨这个农历新年 还要说到好像 当没有一件事那样 你想过个温馨的新年 看怕也没什么希望 人之中可以占得过林郑月娥 世界上你找一个来看看 轻描淡舍 整个政府就觉得 我们抗疫嘛 大哥 不想那么多人染到 老实说这个Omicron 大家看到了 没有重症的 很多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 要跟病毒共存的 你一直这样收紧 跟大陆看齐 不如你学广州市 老实说 两夫妻不准打架 不准走迷 不准同伙 这样都可以 基本上是黏了线 这些就是 这个女人已经上了身了 她凌虐香港人 过去的几年 去虐待香港人 快狠准 还有你骂得她多 她老修成路 她还要贱一点 还可以 是吧 镇压人权 打压人权自由 就滴水不流 整天在大大声说 我们抗疫呢 香港政府抗疫就是 快狠准 滴水不流 我现在说 你 凌虐香港人 虐待香港人 你就真的是 快狠准 是吧 打压香港人的人权自由 滴水不流 是吧 大家看看过去这几年她拘捕了多少人坐牢 是吧 就是我们数一下 比如说回刚才那段影片 有些地方都可以跟她 讨论一下 你说年初四之后 如果 除非有大型的爆发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可以 放宽 不过就要疫苗气泡 有些厨所可以让你重新开业 但是呢 就要打了疫苗才准入 包括吃饭 包括健身 包括去 去 回所之类 现在就不行了 年初四能否开到呢 未知 是吧 那这个新年是不是 喂 是不是又是要过一个 香港人要过一个极为 就是痛苦的新年 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 过年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对于家庭来说也好 是不是 就是 或者整个社会的气氛 是不是 那现在没有了 年宵也没有了 是不是 行什么花市 那过年是怎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哦 为了抗疫 但是 这种抗疫的方法有效吗 你一个鸿门夜宴 鸿门大哥生日party 已经说明一切了 200多人 在你所说的 滴水不漏 快狠准的抗疫里面 你都可以有十几个高官 19个立法会议员 去参加群聚 是不是 还有现在证明呢 那家餐厅呢 是违规违法的 OK 在你的限聚令来说 是违规违法的 那你怎样呢 是不是 那当然了 送了一群人 入集中营 那很多香港人就拍手掌 是不是 就是我们 从这个 林郑月娥的抗疫 我们就想起 过去这几年大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在林郑月娥管治底下 在她做特首底下 香港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2017年的上任 是吗 2019年 你就爆发一个 反送中运动 一个大规模的 反政府 政治运动 就是因为你要搞一条 逃犯修订条例 找个陈同佳 你做藉口 搞一条逃犯修订条例 搞到天怒人怨 过百万人上街 二百万人上街 你都跟民意对着干 6月9号一百万人上街 如果你肯撤回那条条例 以后的事都不会发生 我说过N那么多次 你就让他 一路继续发生 搞到会出现这个暴力示威 接着你就大条道理 止暴制乱 将一批又一批 让他 那些上街的人送入监佬 为香港的历史 制造有史以来 最多政治犯 就是你林郑月娥 管治期间 是香港开埠以来 150多年加上这20多年 港英时代 那百多年的植民 150年的植民统治 加上这20多年 是吧 这87年 将近180年 从来没试过 在这几年里面 会出现这么多政治犯 这部香港史 即是有人要写这部香港史的时候 你林郑月娥管治这个时期 可以说是香港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你还可以轻描 但是今年过年没问题 你不用想 如果你在其他民主国家出现一个这样的领导人 那个社会不暴动就真是奇怪 是吧 你试试加拿大 美国欧洲 你看看能不能这样 是吧 还能这样说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在说特首选举 他还没表态 如果他也能连任的话 你中国政府 或者习近平 这个统治集团 你真是 喂 不是说你是魔鬼 共产党是魔鬼是肯定的 共产党是极权统治 是吧 是魔鬼是肯定的 你是愚蠢 愚蠢也没有人有 是吧 你若是被这个贼婆继续做五年的话 是吧 那你只是擺平 要消灭香港人 不如整个香港都消灭了他 是吧 因为你会製造更多的仇恨 那些人会 比较生气的 现在连建制派都在围攻他 是吧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 就是 从那个常理出发 就认为 这个贼婆是没得连任的 因为很容易计算的 过去这几年你看看香港 是什么一种状况呢 你告诉我 有史以来 最极权的统治 有史以来 就是最惨淡的一个时代 喂 走得就走 是吧 你拉得就拉 走不掉那些 那你就坐牢 走得那些就走 好了 就算他没有上过街 他没有参加过这个运动 他现在这些人都要想着走 你稍微有些羞恥之心的人 是吧 你早就应该收档了 基本上就是 你不是啊 你看看还要走出来 好像今天 我看到这段片 所以为什么要放给大家看呢 他说得很自然啊 是吧 是吧 上次就公布了 这个收紧社交距离 是吧 7号开始 6点钟禁堂石 15类的厕所 要关闭 是吧 那个所谓 叫做599F章 15类 就是那些表列场所 包括那些 就是 食肆 是吧 它有很多种的 种种的限制都不同的 食肆就减了个2人 C类限4人 D类就收紧6人 是吧 另外15类在599F章 表列的场所 包括酒吧 健身室 浴室 游乐场所 博物馆美容院 按摩院 体育处所 游轮活动处所 和那些派对房间 继续关闭 所有这些活动都停的了 OK 那现在就添食两个礼拜 喂 给别人过一下个年都可以吧 大佬 现在很多确诊吗 你真是 外地输入很多吗 本地确诊很多吗 是吧 比起 香港爆得最厉害的时候 现在叫做多吗 百思不得其解 唯一一个解释就是 这个财婆瘋了线 她就要凌虐你香港人 就要虐待你香港人 是吧 即是 你香港人不争她 她不快乐 根本就有精神病 休息一会 她不过赌兰 就是 她不过赌兰 给她